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吴子虚领来了形貌猥琐的耀黎 耀黎终于刺杀了庆敬 但他也最终刺杀了自己 而将最后一点良知留给了后世 吴国大军的战车在天才的军事家孙武之掌下终于启动 华夏大帝狼烟再起 又一轮争霸杀伐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万年初期 一场血雨腥风过后 公子光继位 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吴王河吕 大王与我有约 现你已经登上王位达到了目的 那么法楚之事 寡人说过 绝不食言 谢大王 不过 不过 在出兵前 自须 还要为寡人 再办三件事 什么 这七一 寡人 要一对举世无双的阴阳宝剑 祭天出兵 以显示吴国的军威 其二 其二 在出兵前 要拔掉寡人背后的盲侧 辽的儿子 请记 以解后顾之忧 第三 寡人要依熟之兵发者 可以助你我除兵发出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没了 子虚啊 寡人实在想借你的才能 使吴国早日当上霸主 只要寡人予以丰满 还愁不能逆江而上吗 可惜的是 楚王已入了黄泉 成了腐臭的皮囊 不能担其肉 吸其随了 只剩下几根白骨 我也要扑上去咬他几口 大王 大王 有个楚国的亡命者 口口声声要见大王 我的 带上来 大王 不好 哪儿叫他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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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王 你 大王 大王 受惊了 大王 受惊了 来人 把他给我斩了 去吧 斩了 你可是楚国左眼的儿子薄匹 你是 是 怎么 白了须发 不认识我了 妈 是无子虚 子虚凶啊 我父亲死得好惨哪 我现在 也是有国难逃 无家可归 求你向大王求情 留下孝人 日后 定要报答兄长 快起快起 严重了 薄匹说到日后 有谁料到 日后偌大的吴国 和自胜浩强的无子虚 竟都断送在他的手里 我会儿子 要去 我会儿子 打开 我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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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请大王准许开炉 慢 怎么 炉火异常 不能开炉 短江 是你说的 今日正午开炉 寡人来了 你又说不能开炉 怎么 是不是想戏弄寡人呢 小人不敢 切不可让大王扫兴 赶快开炉吧 天道恒常 小人不敢委逆分毫 开炉与否 皆以天道 难道你眼中只有天道 就没有寡人了吗 大王 大王 赶快遵旨开炉 赶快开炉 师父 你到底是听师父的 还是听大王的 朱建 当然是听师父的 还有谁敢为止 还有谁敢为止 开炉 师父 卖 卖 莫 莫医 天底下最容易的事 莫过以遵旨照办了 大王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父亲 大王没有什么吩咐的了 我们回家了 我们回家了 走 县令十日之内 祝镇国宝剑一双 敢为令者 定杀不赦 大王 十日太急促了 寡人求见心切 也是为了你 早日伐储报仇啊 薄平 微臣在 寡人念你忠心 就替寡人 监造铸 请大王放心 十日内 不住得镇国宝剑 非臣怨服大行 好 一日不流出铁水 我就处死一名工匠 好 好 好 你监造宝剑有功 寡人封你为大夫 谢大王 甘江夫妇按妻王公复职 自然也该有江沙 欺奏大王 好 如果他们活着 就会有人铸出第二队 第三队同样的剑来 到那时候 这队剑 就称不上与世无双 天下无敌了 那好 寡人 寡人 赏他夫妇中红二字 让他夫妇还寡人一对人头 请大王放心 请大王放心 不会有人再铸出同样的剑来 墨爷跳进野炼炉 才铸出这雌雄二剑 之后 我就把甘江送进了野炼炉 那这对宝剑熊的就叫甘江 这瓷的就叫墨爷 薄皮与我同是从楚国逃出来的受害者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此人竟如此的心狠手朵 你不应该当初向大王引荐 你不应该当初向大王引荐 你的天下壮士会怎么样了 寡人要的是能够刺杀庆祭的壮士 找到了吗 自开宴以来 官民老少高低贵贱 前来比武者甚多 其中有一独演壮士 气势凶猛在壮士会上独占凹头 那依你之见刺杀庆祭 唯他莫属了 臣也曾这么以为 那就把他带进宫里 让寡人见见 但是忽然有一天 来了一位奇貌不扬的人 当场羞辱了他 修辱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话 既然你称之为天下无敌 怎么会让老虎把一只眼睛给抓瞎了 问得好 那就把二人都带进宫里 让寡人见见 让寡人见见 你这孩子 真不听话 怎么能不听话呢 怎么能不听话 真要哭 哭什么哭 你们娘俩哭什么呢 夫君 你看 他把给你留的西周 这是给我留的饭 是啊 去他去吧 看 今天不吃那野菜粥了 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 吃 烧鸡 爹爹你先吃 我先吃 那我先吃了啊 还是我先吃 来拿着 你也吃 你也吃 夫君先请 我还呀 早就吃过了 今天 在五大人天下壮食会上 出路锋芒 令满座结晶啊 我要离 出人头地的日子 就要到了 我 什么叫出路锋芒 啊 爹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以心想出人头地啊 总盼着有一天 展露满腹才华 可是 爹的命运不济啊 不是 熬到今天 才露出那么一点点来 所以叫出露锋芒 懂了吗 啊 快 快 你到这儿躲躲 快去 快点 我不去带家 我就带家的 快去 躲躲 我叫你再出来 你 在五大人天下壮食会上 当不成壮士 想跑到我这儿讨个美名吗 滚 打丈夫可杀不可辱 我本名震一方 你却在五大人的宴会上 辱莫我的名声 岂能忍受 那又怎么样 咋呀你 一吐我心中的恶气 你 杀了我 你可就身败名裂了 胡说 你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搏我 却在事后算账 此为一切 你不敢自报家门 却如蜀妾狗偷 趁夜溜门而入 此为二妾 如此胆怯之行 张扬出去 你那壮士的美名何在 就算我有两大怯怒 只要杀了你 看谁还能张扬 你动手吧 看你和言语对五大人 五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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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会料醒你 以鲁莽掩盖的胆怯 一羽宾盟好友 藏在我家屋后 要亲眼看看你这壮士的嘴脸 五大人 五大人 快出来啊 赶快出来 看看这壮士是如何杀我的 五大人 快出来啊 这壮士要跑了 不去 别跑啊 我这开门挡着你呢 五大人在哪呢 你不就是五大人吗 我 他竟自杀了 那秀鲁壮汉的人 代言 叫什么名字 邀梨 请他进宫 臣已把他带来 邀梨进见大王 邀梨进见 邀梨进见 寡人大王 你站起来 你出去 寡人让你出去 大王 你 像他这样的人怎敢进天下壮士会 你看看他 干枯矮小 无端身材 大王可知齐国的燕英 身材矮小 相貌不扬 但却名震四方 天下无不称其为奇才 大王抬头可见 夜空星斗小如萤火 低头可见 农家石墨千金难移 然而 星斗万年闪耀 光谱人间 农家石墨 呆板笨重 无人珍重 我要的是壮士 不是要刷嘴皮子的 你看看他 你看看 像他这样的人 怎能敌得过身材魁梧的公子庆祭呢 大王 大王 要离无耻无勇 却是个蛇身的壮士 来 来 寡人 寡人选择壮士 你看什么的吗 你以为你砍断了自己的手臂 就能骗过她们 那好 我成全你 既然你敢砍断自己的手臂 那在你走之后 我就杀了你的妻儿 让你绝后 你只有绝后 才能取得庆祭的信任 绝后和成名 你要哪一个 我 我 那你杀了我的妻儿 成全你和吴国吧 听说呀 他的家上还有个七十儿子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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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儿俩说我呀 要一起扬顶贤鹤 天下无人不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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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和公子理应外合推翻河驴 这就露出了马脚 吴子虚把报酬的希望 全寄托在河驴身上 河驴篡权夺位谋徒霸业 也离不开吴子虚 这个人怎么会反目成仇呢 断手乃是圈套 此人不过是条 妄图加害公子的疯狗 河驴用这种小人上阵 足见及穷途陌路 你也不看看 我庆祭是何许人 也好 我要带着你杀入河驴城 用你的脑袋 敲开吴王的宫门 哼 我要离朱稿不容 只可惜吴子虚也错看了你 朱稿 死到临头你还能杀王 不容公子 吴子虚派人送来密捡 何驴失信 人心被离 子虚及国人违叛公子 早日返国主政 吴等侍卫公子内应 吴子虚顿手再败 吴子虚 吴子虚啊 吴子虚 吴子虚 你枉费心计了 看看我药里的脑袋 你就知道了 前半 吴兵公子 小人已到国中暗查得知 吴子虚失宠于何驴 在家称病不出 这药里也果然是吴子虚的家臣 何驴不光砍断他的手 听说他越狱逃跑 还 想 还把药梨的妻子儿子都杀了 抛在街头暴尸三天 大人 江口到了 请上岸吧 先生不必激动 我会用荷驴的头祭祀先王 并且砍下他的四肢 为你的妻儿祭奠的 为何如此注视我家公子 公子气都不凡 真乃盖世豪杰呀 兵甲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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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当心 谁敢动 谁敢动 阿 班 让我和他较量 我用一甲三口才换你一条命啊 你花这么大的代价 来刺杀我 不愧是一条汉子 我错看了你 可你不要看错了我 你看清楚了 你刺杀的是什么人 你 告诉我 那河里对你无恩 我请记对你无仇 你怎么能丧心病狂 出卖自己妻儿的两条性命 燕过流生 人过流明 你 想不到 想不到我请记得打意 竟败坏在 你这等盲营小丑的手里 宰了药里 不 留着他 公子 我平生 从未见过你这等壮士 灭天伦 毁亲情 以妄图虚名为快 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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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不住我 我助你 我助你 成名随愿 要离以妻儿的性命 和一条毕榜的代价 骗得了庆祭的信任 也为极极无名的市井小民 在帝王将相的舞台 争得了一席之地 这真是一个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的时代 这是我的福地 是的大人 我是当今的大福 是的大人 你们都是伺候我的人 是的大人 大人 妹妹 大人,往前是進攻,向左是出城,咱們往哪兒走啊? 是啊,到哪裡去找善戰者啊? 善...善...我找找了! 大人,你找到什麼了? 善...善...我估計不在家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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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好啊 故之胜有五 只可以占与不可以占这胜 使众挂之用这胜 上下同欲这胜 以余带不余这胜 将能而均不欲这胜 此无者之胜之道也 妙啊 妻 只可以占与不可以占这胜 这五条之胜之道 哪一条最重要的 当然是第五条了 将能而均不欲这胜 不 第一条最重要 只可以占与不可以占这胜 此乃是战前的深思熟虑啊 不不不不不不 自古以来 不乏智勇双全的将才啊 但是到头来 大部分被昏智所致 实乃通析啊 那么当今吴王和吕 是昏君呢 还是明君呢 proven 三军 在下孙武 这兵法写了多少篇啊 上中下三卷共八十八篇 现成大王审阅的是上卷十三篇 这首篇叫做计 只站前于庙堂 做出周密可行的作战计划 有计划方可百战百升 不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知己知彼 哪一个率军出征的君王将领 会不知道自己的一方呢 征战是双方的事 率军者又怎能不知道对方呢 这岂不是近人皆知的大白话 算什么兵法呢 自古以来大小征战无计其数 依大王之剑何以有胜败之分呢 胜败之分皆在强弱 比如说当年的秦霸西荣 然而同一个秦木工又何以兵败萧山 那是因为秦木工没有听简叔的劝告 简叔劝告什么 秦军老实远征军力疲惫 这就是不知己 大王说强弱定胜负 当年其辱长硕之战 其强辱弱何以辱胜其败呢 那是辱国的曹贵等待其军 一鼓作气 再而衰丧而劫时以意待劳 这就是知笔 这知己知笔果能百战不殆 自古以来如此 千古之后也如此 那你能用这兵法当场操练眼镇 让寡人一睹为快吗 愿为大王效力 那好 待两队兵士焦育孙武当场操练 何必用兵士呢 就大王身旁的歌迹美女 也能够操练眼镇 大王 孙武只不过是吉而言之罢了 不 孙武绝无戏言 那好 叫歌迹们来操练 寡人 倒要看个新鲜 请令 五生一同 两队齐齐 鼓声二痛 左队右旋 右队左旋 鼓声三痛 两队听起兵器 做征战之事 明金收兵 听清了吗 听清了 孙吴此人不可用 他才学超人 大话也超人 一臣看 他有超人的才学 所以才有超人的言语 听 你二人身为队长 约束不明 身令不信 尔等之罪 再练 尤箱销魂 那万物能换 尤箱销魂 尤箱销魂 都算是 大事 行 秒试军令 戏弄将领 以军法论处 当展 回到队伍中去 让开 我要到大王身边去 不听命令 不服从约束者 以军法当如何出展 该斩 还不把他拉出工具 是 卖 你 大王 军令不严 军法不整 上访下校 吴国毕亡 操练眼镇齐视儿戏 孙武定要执行军法 这 子叙 大王命我操练眼镇 虽三令无身 他们却视为儿戏 这 仅仅是藐视军法 藐视我孙武吗 不 他们 这更是藐视大王哪 大王 为着区区奴婢所戏弄 何言以对天下 何言以对天下 强国争霸之志 岂非笑谈 看来 我孙武 只有仗见天涯 这 为后人 诸书历说了 这 大王 三军义得一将难求啊 孙武 先生 用兵整肃 大王是十分钦佩啊 对啊 寡人是钦佩不已 这两个爱鸡 这两个爱鸡 是大王的心爱之物啊 是啊 寡人 是一日不可离开这两位爱鸡啊 吴大人 极力赞同孙武所言 将能而军不欲者胜 假如 仅仅为了两个女人 就失信于将 自毁军威 这样的君王 不战自败 大王 江山美女 你要哪个 孙武 在 草莲严阵 不可怠慢 遵旨 执法官何在 下官在 想这两名藐视军令的队长 拿下 推出 斩首 遵命 斩 大王 救命 大王 大王 救命 大王 小狐狸 小狐狸 听令 闻鼓声而行 明金而收兵 明白吗 是 封武 果然不凡呐 大王 你说在出兵前 让我办成三件事 现在我已经办成了 那么法楚的诺言 又将如何呢 划命 公元前506年 和吕拜吴子虚为大将 孙武为军师 公子胡盖为先锋 率军六万公处 吴子虚运续已久的复仇之火 将给他顾国的君臣拜计 带去什么呢